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走进天天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一战 接下来看看 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沙娜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左岩老师 欢迎 当然还有图蕾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了解一下 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刚开始他对我特别好 自从换了这份工作之后 整个人就变了 越来越不把我当一回事 我放工作还不是为了他 我现在压力也很大 只想着努力地工作 我也是想给他一个未来 我觉得现在有他 没他就一个样 需要他的时候 他又不在我的身边 那要这样的男朋友 有什么用呢 我希望他能理解理解我 而且有时候他特别幼稚 容易依赖别人 我也是想让他成熟一点 他现在对我越来越不关心 但是却对别的女孩 虚而温暖 甚至还把别的女孩 给带回家来 我觉得我们已经 没必要在一块了 和你在一起 我连安全感都没有了 这段感情该怎么办呢 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梁25岁来自广东 活动领队 女嘉宾小贝22岁来自广东 销售 来 有请 有请老妹 有请 欢迎老妹 他两年恋爱了是吧 当时怎么认识的 因为当时的话 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 觉得他挺可爱 而且有时候挺细心的 挺喜欢的 所以就当时就追了他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我这边要来的 因为他最近这两三个月的话 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 老师跟我闹矛盾 然后说要跟我分手 本来吧 两个人谈恋爱 而且都在同一个城市 就感觉的话 两个谈了谈了 就像个谈异地一样 就感觉有他这个男朋友 跟没这个男朋友 就没啥区别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 还感觉挺好的 他这个人 就是自从他换了 这份工作以后 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 你小编里说的 跟别的女生好像很那个 怎么回事 那时候的话 就是他去出差嘛 然后他跟我说 他下午四点钟就回广州了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算 给他一个惊喜 我就跟他说 公司里面最近要经常加班 然后今天没办法陪你 然后我提前下班之后 就去了超市买了 吃了去了他家等他 就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去到他家 发现他不在家 那还好我有备用钥匙 我那时候在他家 已经六点多了 我在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的话 听到开门声响了 我就想 马上躲在那个门背后 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结果的话我给他惊喜 他还给我来一个惊喜 他直接领了一个女孩子回来 手里的话还帮别人提了个行李箱进来了 你说我是他女朋友 他见到我的话啥也没说就来了一句 你怎么来了 我是你女朋友我不能来 难道别的女孩就能来你家吗 那时候确实有点误会吧 那之后也跟他解释过了 那你有解释过吗 你还把我往地上推了呢 我那是推吗 根本就没有推好不好 我都摔地上去了 对对对对 人家怎么摔地上去的呢 因为那时候他看到我们两个的话 他可能特别生气 而且他手都已经要伸出来了 然后我就趴他去 跟我那个女同事要去打架嘛 所以我就附一下他 然后不小心碰一下嘛 我不就是想去过去问一下他而已吗 你那是碰一下吗 手都伸出来了 那我不是想把别人推回出去吗 是吧 我当时就以为你就要这样嘛 而且你那时候特别生气 好 好 好 你回家为什么女同事带着行李来你家的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话 前三天他也知道 我们去活山那边去演出了 然后当时我们回来都四点多了 然后又得回公司那边去采牌 那采完牌吃完饭的话都七点多了 因为他也是我自己招聘过来的 他是外地女孩 管着这边他也没朋友 然后我这边也处于安全和那个方便嘛 因为我自己也是住了两室一厅 他就在靠房翠嘛 那孤男寡女的两个人共处仪式也不太合适吧 还有话你也是个有女朋友的人 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啊 因为那时候明天九点多有韩有场演出 我们七点多就得出门 这部图过方便嘛 没有多想 那你对别的女孩子就这么上心 你有对我上心过吗 那在微信上面老是跟别的女孩子去聊天 左一口亲爱的 右一口亲爱的 那不工作需要吗 不是 你什么工作的 我这在演艺那里嘛 演艺的话一般的话要招聘 那不还会跟女孩子工作需要要亲爱的呢 不是 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的 就是我们要这些大小活 就要不断地去招聘像一些礼仪 还有开幕典影那些都要嘛 所以我必须的有些群细上的安慰啊 然后就是需要这些嘛 而且这也很正常啊 正常吗 那他怎么跟别人女孩子说的 今天天气凉了 他直接就跟别人女孩子说 今天的话天气凉 出门多穿件衣服 下雨了就出门带把伞 你是天气预报啊 解释一下 而且的话你天天都跟别人女孩子 都说亲爱的 亲爱的 你有叫过我亲爱的吗 哪有你这么说的 是吧 他叫你什么我特好奇 胖妞 胖妞 这个两个人经常开玩笑说的 没有叫过你亲爱的 没有 而且的话他经常跟别人女孩子 在一起就算了 我生病的时候 你也没在我身边待过 我那一天的话 刚好急性肠胃炎犯了 我跟他打个电话 本来想着让他陪我去医院看的 我电话打过去 话都还没说 他就说现在工作在忙 说有事的话待会说 那行你工作忙 我自己去了医院 我那天的话 整天一天下来东西都没吃 我一个人打掉瓶打了六个小时 你到下班了之后才过来 你下班过来我都已经打完掉瓶 都可以自己回家了 还需要你来干嘛 你当时也清楚啊 我跟你说啊 那时候我带着五六个雨衣 过去人家开业典礼 我不可能卸场吧 然后而且弄完之后 我也立马跟他交代一下 我就立马打滴 就过你那边去了 这样还不可以吗 那你总是找工作忙当监口 那你怎么对别人就那么伤心过呢 你对我有伤心过吗 怎么没伤心的 那你知道你妈怎么说的吗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 去你妈那里吃饭的时候 你妈就是发力有化的就这么说 因为我是农村的嘛 我是有三兄弟 我哥的话他结婚的时候就是 首付的话是我父母给的嘛 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老二 那我不能也要父母出钱吗 那父母的压力得多大 那我自己不得去努力赚钱嘛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才去换了工作 那我现在这么努力 也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未来 难道这样不对吗 你刚才说他母亲 怎么说到未来去了 你那事儿没说完 因为那时候他父母就说 要是我女儿家过去 那你必须在广州室内 必须有一套房嘛 那这个真的是压力特别大 那我只能去选择办工作 只能去拼啊 那家里面的话 有这个顾虑也是正常的呀 那难道不可能因为这点压力 你就一直拿着工作来当借口啊 问一下啊 是因为男医生换了工作之后 出现了问题 是吧 是 这个工作换了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吧 那你们现在接触的时间还多吗 有时间约会吗 这一年 少 基本上的话 一个星期就见那么一两次 他今天来态度很明确了啊 是想挽留你 那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就感觉吧 跟他谈这个恋爱 我就觉得有他这个男朋友 没这个男朋友 没啥差别 有应该是怎么样的 没有应该是怎么样的 你给我借定一下 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嘛 因为本来两个人同一个公司 然后他每天早上的话 都会来接我上班 然后到了晚上下班 都一起去吃饭 有时候逛逛街看看电影 就每天的话都会在一起 后来的话他换了这份工作之后 我每次找他 他就说忙 明白 过去你们俩不是同事 对不对 是 你对他的工作性质应该很了解 那么请你相对客观地告诉我 他换了这份工作之后 他说的那些忙 到底是真的在工作忙 还是借口 我个人我就觉得吧 那他的话 客观地说 真是 是真的那么忙 是吗 是 所以这就是要关怀来了嘛 你真想分手吗 谈不下去 感觉 为什么谈不下去呢 他工作又真的是那么忙 为什么谈不下去呢 就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能陪着你 但是起码他的态度在这里 你感受不到他的态度对吧 感受不到 好 也就是希望他理解一下我工作 也是为了未来的生活更好一点 所以就希望你多多理解一下我 但理解归理解 那我生病的时候你说忙就算了 我让你说想你帮我忙的时候呢 那你又在做什么 什么叫你 年底的时候我自学考嘛 要考试 那我本来是做化妆品的话 就刚好那两天有客户上来找我拿单 那你说找别人吧 找同事 现在年底个个都在刷业绩 找了也不合适 他是我男朋友 那也是以前跟我同一份工作 也是最了解的 那我就找了他帮忙 那时候也跟他说 他也答应我了 那是确实啊 可是等我要考完试之后 我再找那个客户 那客户直接就跟我说了 不好意思 我去别家拿了 我就感觉这事情特别地生气 生什么气呢 那本来你帮我跟进一下 就可以了事情 而且我也看过 你根本就没有跟进过 也没有找过我客户 那手机确实没信息啊 你让我怎么回嘛 那你哪有见过别人 来买你家东西的 是跟着你后面求人 你去卖给他的 那还不得你去找一下他 好 还有别的那么姑娘 有 有什么 家里面有一只狗狗养了 有五年多了 一直太低 自己走丢了 我那时候特别地伤心 好几天我都在找 那时候我整个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就想打电话给他 他就直接给我来了一句 我现在在开会 有事回来说 我心想你好吗 你开会嘛 那我等他回来 他回来之后 跟他说了以后 他就一两句 没事没事 不要难过 就这么敷衍地就完事了 那还能怎么办吗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特敷衍 对 好吧 姑娘 那你能告诉我 离不开的原因是什么 心里还是有他 你的心里还是有他的 对 所以呢 你再客观地告诉我们 你认为他起变化了 这一年当中 确确实实像你说的那样 他一点都不关心你吗 还是其实也是关心的 只是你觉得不够 不够 我觉得他对别的女孩关心 要比我要多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 如何帮助这对情侣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好 来来说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啊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对吧 你们的对比在哪儿啊 对比在 你对自己的女朋友以工作为由 不关心她 可是却对自己的女同事 那么地细心体贴 知道天晚了人家回家不方便 第二天有演出 就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么鲜明的对比 搁谁谁受得了 谈恋爱是有边界的 做越界事的人是永远不会意识到 自己做了越界的事 因为伤害到的是别人 就像刺猬 靠近别人永远不知道别人受伤了 因为刺长在他自己的身上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对这段感情是没有边界感的 造成男生今天这样 其实女生也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她 没有底线地包容她 她知道她做了再过分的事情 你都会原谅她 所以她就不管不顾啊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对待感情 都是这样的态度的话 一个一味地忍 一个一味地去伤害 那到头来 两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女孩 你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底线 亮出你的底牌 男生 不要再做越界的事 越界很好界定 什么叫越界的事 伤害到她的事 让她伤心的事 就叫越界的事 所以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带一个女孩子回家 跟我说你俩没啥 谁信呢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讲 你把别的女人带回家了 我觉得天哪 这是天哪的事情 不是家里不能请客人 也不是说不能有女客人 而是你得告诉我 你没跟我说一声 你就带其他的女孩回家 见面第一句话 如果真的是客人 你又重视他的情况下 你第一句话肯定不是说 你怎么来了 吓一跳啊 你应该说的是 哎呀 这位是我女朋友 谁谁谁 这位是我的同事 谁谁谁 因为什么什么情况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冲上去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亲爱的是非常私人的词汇 尤其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 他能高兴吗 他肯定不高兴啊 他不高兴以后 他就开始有一点小作 女生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客户丢了你找他 你狗丢了你也找他 又不是他弄丢的这两个东西 他这么作 就是为了要引起你的重视 你看不见他 他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 排位非常靠后 所以他才要引起你的重视啊 你根本你就不在乎他现在 你今天还想让我们把他劝回去 当然了 女孩子其实根本也不太想跟你分手 我看出来了 所以他才会站在这儿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就一句话 离他们远一点 离他近一点 祝福你们 谢谢 他躲在门口要给你惊喜 你进来之后你感觉是惊吓 是吗 为什么会感觉是惊吓呢 你知道他有那个钥匙 我觉得你不是惊吓 你是恼羞成怒 才会推了他一把 就是你自己内心知道 自己做了没有分寸的事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些男生在外面 做了没有尺度的事 回来之后 当妻子责备他的时候 他先倒打一耙 说我在外面这么累 我在外面这么忙 你都不能够理解我 这其实是内心内疚 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问你这个事 你觉得你带一个女同事 回家留宿 对还是不对 不对 不对 为什么还要对着他发脾气 因你挡在两个女人中间 他们肯定是打不起来的 你为什么还要轻轻地 推他一把 当时他就手伸出来了嘛 就付一下 那为什么你不是保护他 而是保护那个人 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当时 就想着去解释的 然后他手就伸出来 就要那个嘛 所以就付一下 所以女生 我跟你解读一下 他的这种行为 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到 内心的愧疚和错误 反而对你发脾气 是为什么 一个女人 如果弄不清楚 爱情当中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和档次就会越来越低 你就弄错了两件事 房子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男人对你的心 是最重要的 男人哄不哄你是不重要的 他对你忠不忠诚 是最重要的 你说在一开始 说要一套房子 这显然对于他来说 是一种难以跨越的困难 当你提出了 这个要求之后 他久而久之地 就把你和一套房子 等腾了起来 就是我只要有房子 我就能娶到你 而我是不需要 对你在有以前的那种 什么买早饭呢 接你下班的那种 所谓的浪漫 我不需要那样的付出 我只需要买套房子 就够了 而后 在你种种与他的 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模糊了你的原则 而只需要一个男人 来哄你 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本来这个女生 要抓住的是 这个男人的原则问题 结果到了最后 就变成了一个原则 被模糊了 变成了男人要哄他了 变成了这件事了 结果哄着哄着 女人哄好了 原则也丢掉了 都忘记了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 而跟你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 要搞清楚 忠诚和一个男人 对于你的关爱 是最重要的 房子或者是哄一哄 那都是套路 原则问题不能模糊 明白吗 你今天不妨跟他说清楚 这一年以来 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变化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认为 这一套房子 对于自己来说 的确是一种精神打击 你完全可以跟他说 如果你认为 在一年的交往下来 彼此越来越不适合 那你可以跟他说 没有必要 去踩那些踏械的事情 好不好 行 就这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们自己 听了老师们的分析 适可而止吧 不年轻了 别胡闹了 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首先跟你说对不起 确实在这一年中 我有时候是骗了你 但是我的目标 我的愿望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我所爱的人还是你 我就希望你能多地理解一下我 我也是想实现这个愿望 在广州买一套房子 然后把你取进来 另外一种方面的话 我也是希望你能 就少点依赖 多点独立 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 然后也为我们将来 做更好的 生活 你整个人的话 让我去独立独立 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独立 可以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看电影 甚至生病了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我真正独立了以后 你就多了一个前女友呢 我空白的也许是不愿意 你也许是不愿意 你也许是不愿意 为前女友鼓掌是吧 你们在啊 行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我错了 我会改 我会送容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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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见证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陈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好好的女友 来 来 来 送给你们礼物 姑娘 还是要学会去独立啊 有些原则该坚守的 还得坚守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